世界日新有报天天读 大家好 我是吴学兰 乌克兰战争似乎有一种陷入了长期消耗战的架势 这时候北约在军事援助乌克兰方面有了新的动作 首先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国际聚焦一起了解 英国独立报 香港信报都关注到 捷克开了一个先例 捷克是北约成员国 他要给乌克兰提供坦克 我们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是多次在很多西方国家的国会发表视频演讲的时候 就说给我们坦克 给我们飞机 就把你们北约的各1%给我们就行 反正放在北约那儿你们也用不了 都已经落上了灰尘 现在捷克首先就开始了实际的行动 给乌克兰包括俄制的特7-2坦克 还有就是装甲运兵车 据说有5架坦克 5辆坦克以及5辆的装甲运兵车 已经是上了火车准备运往乌克兰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突破 因为跟此前北约方面向乌克兰提供什么毒刺 标枪这种反坦克导弹 或者防空系统来说 这个坦克更加厉害 美国方面也有新的动作 又追加了1亿美元给乌克兰 这也是一个新的军事方面的一个援助 包括标枪在内 乌克兰现在执掌乌克兰军队的 他是一位乌克兰自己培养出来的指挥官 他的绰号就叫做标枪司令 因为他认为标枪在乌克兰战争中非常的管用 又可以单兵作战 又可以对俄罗斯的坦克采取很有力的一个回击 所以现在乌克兰即将拥有更多的标枪 还有了他们一直梦寐以求的坦克 我们再来看一下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一些制裁新动作 香港经济日报 香港的信报都在关注 现在欧盟追加对俄罗斯的制裁 包括石油 化工燃料 煤炭也在内 其实还有橡胶 包括俄罗斯的船 以及俄罗斯运营的船 都不能到欧洲的港口去停泊了 再就是银行方面 现在西方又追加了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 大概已经有三分之二的俄罗斯银行 都是被西方制裁 其中有几家是很厉害的 你比如说俄罗斯最大的银行 是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 Zbierbank 它一家银行就可以占到俄罗斯整个金融业的三分之一的江山 再有第二大银行是俄罗斯对外贸易银行 外贸银行 这同样也是俄罗斯在国际贸易过程当中 依靠度非常高的一个银行 还有就是俄罗斯最大的私人银行 阿尔法银行也都受到了制裁 那么除了银行方面 普京的亲属 他的两个女儿 现在也上了制裁的名单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是关于俄罗斯的钱的事 眼下俄罗斯有两大笔国际债务都该还了 再不还那就违约了 那么之前 这个之前我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不下阵惨案发生之前 美国虽然对俄罗斯已经开始了好几轮的制裁 但是他允许俄罗斯在美国是存了6亿美元的一个储备金 是可以拿出来还我刚才所提到的一些国际债务的 但是在不下阵惨案发生之后 现在拜登说不可以拿这存在美国的钱出来还债了 拜登也是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个舆论压力 因为这个不下阵惨案实在是惨绝人寰 虽然真相是什么还不知道 虽然最终是谁干的没有人清楚 但眼下美国方面已经说了 你俄罗斯不能拿存在我美国的钱去还债 这就意味着俄罗斯有两大笔 国际债务很可能要违约了 还有就是现在西方国家一起再对俄罗斯进行金融制裁 那么今后俄罗斯想在国际社会再去借钱太难了 英国的金融时报说 西方如何对俄罗斯发起震慑行动呢 这就是金融武器化 所以现在的战争呢 真的是混合战啊 信息战金融战贸易战 还有就是乌克兰战场上正发生的这个真枪实战 那这些制裁对于俄罗斯方面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影响 俄罗斯布尼克卫星网说 拜登已经讲了 美国制裁如果持续一年的话 俄罗斯经济就要倒退15年 那么如果从一个比例来看呢 就俄罗斯的GDP啊 大概是萎缩7%到15% 这是基本上一些主要的经济学家给出的一个预判 再来看一下美国方面呢 在东欧啊 今后还有一些新的军事部署 这美国两大军头 这指的是美国参谋长联系会主席米利 还有就是国防部长奥斯汀 他们最近的到国会去参加这个听证会 然后就发表了一些观点啊 首先香港信报关注到的是啊 这两大军头呢 说了一个同样的内容 那就是啊 今后俄罗斯和中国还是美国的头号敌人 这个定位是非常的明确 再有就是美国之音 以及美国方面世界日报都关注到了 乌克兰战争啊 在这两位军头看来呢 很可能是要持续多年的 不太可能是速战速决 这给世界带来什么呢 就是各种不确定性 各种动荡的几率是更加高了 那美国怎么办呢 那美国必须要出手了 所以啊 米利啊 这是参谋长联系会主席 他就建议呢 在东欧要建立一个永久的军事基地 并不是说啊 这个就在那里不动了 显示一种轮换的方式 有可能呢 美军认为啊 这样是可以增加对俄罗斯的威慑 那么具体地点选在哪里呢 波兰还有罗马尼亚 似乎都愿意拿出自己的地方 让啊这个美军也好啊 北约也好呢 在东欧建这样永久性的军事基地 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啊 美国方面军事方面的一个变化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泽连斯基方面 乌克兰方面啊 香港01 台湾的中国时报 以及美国方面 华盛顿优报都在关注 泽连斯基啊 呼吁 把俄罗斯从安理会除名吧 他确实非常的气啊 也非常的急啊 不恰案这个不恰阵的惨案 对泽连斯基来说压力也非常之大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让乌克兰百姓受如此之苦 所以呢 他就是觉得俄罗斯军队犯下了滔天罪行 那么就赶紧啊 把他从联合国安理会除名吧 那这次美国就出来说了 这事啊 行不通 这事没那么容易 安理会什么时候来的呀 安理会就是二战胜利之后 这是国际秩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执行机构啊 联合国安理会 所以不是说你乌克兰总统一计划 就能把俄罗斯从安理会里面给除名的 但现在据说呢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准备开会讨论 是不是要把俄罗斯从人权理事会里面给踢出去啊 我们再来看泽连斯基还有一个表态啊 就是关于乌克兰今后是不是会中立啊 是不是会去军事化去纳粹化 其实他最近呢 这表态也有一些变化 之前他就讲北约 之前他就讲了乌克兰成为什么呀 一个中立国 永远都不加入北约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其实从昨天开始呢 他又讲啊 去军事化去纳粹化 跟俄罗斯我都没得谈 然后还说呢 如果现在北约愿意要乌克兰 乌克兰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我们随时都可以加入 现在再谈到这个中立的情况下 这个是不是未来要成为一个中立国 你看他的表态是什么呢 他说他要借鉴的是以色列 不走瑞士的路线 那以色列是什么样一个特色啊 以色列是全民皆兵 所以这似乎离中立国就越来越远了 而眼下呢 我也看到乌克兰百姓的一个最新的民调 更多的乌克兰老百姓呢 是希望乌克兰加入欧盟 而更少的乌克兰人觉得 这个北约还值得加入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一些关于乌克兰战争走向的评论文章 首先发光网说 乌东会不会血战在即 因为现在很明显啊 就是在乌克兰整个战局的 这个排兵布阵方面 俄罗斯呢 战略目标更加清晰了 就是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 尤其是马里乌波尔 马里乌波尔眼下呢 似乎上演的是绞肉战啊 就像凡尔登战争一样 经典的绞肉战 因为马里乌波尔 对于乌克兰和俄罗斯来说 都非常重要 尤其呢 俄罗斯想把乌克兰南部的 克里米亚和东部的顿巴斯地区 连乘一气 就必须拔下 马里乌波尔这个塞子 再有就是亚素营 这对于俄罗斯来说 也是个心头大患 亚素营的大本营 就在马里乌波尔 2014年的时候啊 当时呢 这亚素营啊 以少胜多 当时才三四百人 刚刚成立不久 就把马里乌波尔 从俄罗斯人手里给抢回来了 所以马里乌波尔 是一个必争之地 那么今后呢 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啊 包括马里乌波尔 肯定有可能啊 大战一场血战 在即的可能性是有的 英国金融时报 关注到的是 俄乌战争 是不是一场新形态的游击战 这就说呢 打了一个多月了 俄罗斯并没有做到 速战速决 乌克兰的抵抗呢 也真的是强于 大家之间的一个预期 包括北约嘛 对乌克兰的抵御能力 一开始都还是相当怀疑的 他们给泽连斯基 直接准备了什么 你快逃吧 你是逃到波兰啊 还是逃到利沃夫 对吧 但是后来呢 发现在游击战方面 乌克兰军队还是挺有实力的 但说实话 那是前期抵抗 你要真的想大胜俄罗斯军队 把整个这个地方都收回来 你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的是重型武器 需要的是强大的反击能力 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北约已经开始给乌克兰提供 包括坦克在内啊 还有装甲运兵车 装甲车等一些比较重型的武器 但是今后局势要扭转 还是需要一些时间 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肯定还是一个 很持续性的消耗战 好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 这个德国经济部的一个最新的消息 包括法管网和俄罗斯卫星网 都已经发布了 德国经济部它有一个宣布 他要去俄罗斯化 他给了一个时间表 那么就是什么时候去俄罗斯的煤炭 什么时候去石油 还有天然气 但说实话 有的时候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因为德国对俄罗斯石油 天然气以及煤炭的依赖度都太高 所以呢 真心不容易 再看看啊 德国物流业呢 也因为现在俄罗斯的一些木材 受到出口的一个影响 那么它的物流业都要破产了 这是什么原因啊 你想物流业啊 其实是需要一些木质托盘的 俄罗斯的木材没有办法进口到德国了 就没有木头来做这个木质托盘了 所以制裁的影响啊 真的是方方面面啊 有时候真是细入毛孔 我们再来看一下香港明报啊 以及南华早报 就刚才提到了部下阵的惨案 那么中方的说法就是 真是令人内心不安呀 中方从来不愿意看到乌克兰发生任何形式的人道主义危机 那现在发生了应该怎么样呢 中方说先查清后指责 因为如果说呢 马上就把俄罗斯从什么人权理事会踢出去 或者说不让俄罗斯提供任何证据 不让俄罗斯说话 然后那这是什么呢 这可能并不利于事实真相的一个查清 所以呢 大家还应该通力配合 先查清 然后再指责 最重要的就是类似的惨案 再也不要发生 我们再来看一下香港01以及新加坡的联合早报 4月1号的时候呢 中国和欧洲啊 在线上那么搞了一个峰会 谈什么呢 肯定是社会的热点啊 肯定是这个世界的热点 以及中国关系都会谈到 这个谈完了之后啊 你看欧盟的外交代表就来批评 指责中国说啊 中国不愿意谈乌克兰问题 无法在乌克兰问题上和中国沟通 还说呢 就乌克兰问题谈啊 跟中国谈就好像是你在跟一个笼子谈 这个说法是非常不敬啊 非常不合适的一个说法 那么北京方面表态就是 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 根本就不符合事实 其实当时呢 欧洲这些代表 首先就对北京干嘛呢 就是那种教师爷 我跟你下号施令啊 你不可以对俄罗斯进行军事援助 你也不可以和俄罗斯接着做生意 帮助俄罗斯绕开西方啊 对这个俄罗斯的一个制裁 凭什么你是牢记 凭什么你对中国指手画脚呢 所以当时中国就回击他说 欧洲的外交应该有一点独立性 而不是跟着美国的指挥棒乱转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香港的新报 以及路透社都在关注啊 中国有一些炼油企业呢 现在比较担心啊 受到这个俄罗斯有关的连带制裁 因为美国嘛 他这个制裁啊 经常有连带制裁 也就是我们说的二次制裁 所以呢 就不打算和俄罗斯再签一些新约了 因为如果风险巨大的话 那确实对国内的 中国国内的消费者来说 也是不公平的 或者说这个生意成本太高 所以政治方面的风险 在做生意的时候 还是要理性的避开 我们再来看一下 Sputnik以及雅虎新闻 都在报啊 日本的前首相 这是揪山尤继夫 他最新有一个表态 也是和不洽阵惨案有关系 他说美国和日本呢 也应该啊 由于在伊拉克 以及南京犯下的罪行 而受到公正的审判 当然他也说了 如果不洽阵惨案 能证实就是俄军干的 那显然也必须要受到 一个公正的审判 好 更多消息 进入今天的国际速报 台湾中国时报 香港大公报都关注 美军被揭露 他曾经呢 是培训了这个 金门海龙蛙兵 偷偷的 再看看 大公报 路透社都在说呢 华盛顿啊 是分拆给台湾的军售案 最新一笔是9500万美元 台湾被剥几层皮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这样分拆式啊 他后面有很多什么 先给你受了武器 然后就是维修 然后就是培训 一次一次拿钱 哎呀 台湾真的是太倒霉了 再来看香港01韩联社啊 现在这个韩总统职务交接委员会 就说 哎 应就萨德问题啊 让文在寅讲清楚 因为说呢 当时文在寅答应中国 萨德有一个三不一线 这似乎呢 对韩国的主权是有侵犯的 讲清楚 再来看 大公报信报呢 关注的是啊 现在的后任总统 韩国方面 尹锡悦 他很快呢 就要5月10号就任职了 他一任职他要干嘛呢 他要搬迁总统府 毕竟有个青瓦台魔咒 而且呢 这也是他当时竞选的承诺 就是要用全新的面貌 不再在这个青瓦台工作了 耗资呀 相当之多呀 而且呢 还有不少人在反对 再看一下香港01的媒体关注 杜特尔特 菲律宾总统 他说 菲律宾和中国之间没有争吵 南沙的鱼权可以谈 菲律宾就是军事方面和美国搞军演 经济方面还是要依靠中国 香港01台湾新闻云 让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 即将面临的就是法国总统大选 他和他的这个啊 就是什么PK者啊 和他的对手 马里勒庞现在只差5%了 有点悬 所以这时候他就说 马里勒庞呢 跟普京啊 似乎是关系太密切了 而他呢 就觉得自己比较客观中立 新闻日报让我们看到 哇 特朗普当年的流量之王啊 他离开美国总统宝座之后呢 财富呀 回升到30亿美元了 比当总统的时候钱还多 为什么 因为他搞社交媒体 赚的是盆满钵满 好 稍事休息 回来我继续为您图报 欢迎回来 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中华聚焦 来了解发生在中国的大事 5月8号 香港就要举行特首选举了 现在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女士呢 表示他不参选 那么谁参选呢 是现在的政务司长李家超 大家亲切的叫他超哥 星岛日报 明报 新报等很多媒体呢 今天都在发布 有关他参选的消息 他已经辞职 在进行备选 陈茂波住顺利 陈茂波是财政司长 之前呢 也传过 陈茂波也想参选 这个行政长官 看来这个消息呢 是当时的一个误传 很有可能 最终是李家超一个人来参选 这次香港特首选举 也是完善香港选举制度之后的 第三场很重要的选举 完善香港选举制度之后 大家要选出的是爱国者治港 并且呢 这些人一定要有才能 我们看看啊 这个超哥 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才能 星岛日报说了 这个有评价他就是 因为他非常的沉着 尤其是呢 香港所处的安全环境 还不是很妙啊 他在这方面是非常有作为的 李家超1977年就进入了香港警队 完全是在这个系统里 有人说他是个五官 我觉得五官文官不重要 当个好官带着香港能够重新出发 那个最重要 再来看一下 香港文汇报专门指出啊 这是包括一些这个 人大的代表政协的委员 都在夸李家超 说他有能力顶住外力的干预 我个人认为这点还是非常重要的 最近一段时间啊 你看英国还是对香港的事务 是不断的插手 还搞了一个香港的半年报告 你想他们抹黑香港 他们要破坏一国两制 他们要抹黑国安法 从来这个脚步没有停下 所以像李家超这样 比较有经验 也比较强势的 未来的特首挺好 当然眼下香港 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呢 还是防疫大事 那么现任行政长官林郑格文 那么现任香港特首 林郑月娥女士呢 还是防疫的第一责任人 所以大家还是应该支持她 希望她呢 赶紧带领着香港走出疫情 看一下香港具体的情况 我会把经济日报都在说 新政这个增加 现在数量确实少了很多啊 2777宗 不过死亡个案又回升 这点是我们非常担心的 希望香港疫情呢 是减少感染 减少重症 尤其是要降低死亡率啊 减少死亡 明天开始呢 香港就要搞连续三天的一个快测了 目的就是要截断 现在这个社区传播链 据专家预测 恐怕在香港有几百条 这传播链 所以希望大家呢 真的是认真配合 专家们也建议了 说早上起来测 这个比较准啊 然后呢 一旦是测出来了一个结果 也告诉大家有什么样的电话 我们还是要上报 否则测了不报 那也不行 这底下藏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给大家画出来 看一下 专家说 这一波 第五波香港的疫情 有可能在月底完结 希望这个专家的预判 是科学准确的 快点停下吧 我们看看疫情 对香港经济的影响 还是挺大的 信报告诉我们 香港三月PMID 到了多少呀 42戎枯限以下了 私营经济呢 是加速萎缩 就是因为疫情 打击了供应链 所以产出订单啊 供需两边都是极减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上海方面的疫情 以及生产的情况 香港大公报 信报 星岛日报 那么首先 上海的这个疫情 是没有停 而且呢又新增 比较高的一个数字 1.7万新政 所以呢 上海市长 已经立下了一个 抗疫军令仗 这的确是一场 很难打的战争 传啊 4月15号呢 上海要做到事 社会卖清零 这是一个底线 如果预期是纠责 但这是一个传闻 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 所以现在上海呢 再次封城强减 而生产方面 你看 上海有一些企业 搞的是封闭管理 在疫情之下 它是不停产的 那么工人不够怎么办啊 智能设备啊 工厂智能化 九成的人手 都可以省下来 而且最终交付能力 是不减的 所以企业的正 企业的正常运行 以及智能化 看来都很关键 我们再来看一下 香港经济日报 它在认为什么呢 就是说 清零经济代价 是真的是比较大的 所以危机预案 应该早准备好 不要事到临头 慌了手脚 老百姓的生活也乱了 企业的生产 也受到压力了 我们未雨绸缪 新报方面说呢 你看财新服务业 PMI措置 两年最低 就刚才提到了 已经在融库线以下了 再来看香港01以及解放日报 关注到什么呢 现在上海的防疫 因为上海是一个非常让大家关注的城市 中国最大的城市 现在就希望防疫能够为基层分忧 为群众解难 然后专家方面就讲 有一些人的想法就是 小后流感 奥米克戎 问题不大 别搞成防疫过度 其实这还是一种错误的认知 一定要怎么样呢 要科学的正确的来理解奥米克戎 什么样的一个特点 目前中国要做的还是动态清零 要坚持住 这就是一个胆子太大的人 而且他真的是有点蠢啊 这是明报的一个图片新闻 这位老哥呢 是一个长跑爱好者 他是上海的 上海在封城啊 他忍不住 他就出去跑了十公里 并且傻到发在这个社交媒体上 让很多有正义感的人就揭发了 这明显是违规啊 那你在这个上海全城都在努力抗疫的时候 你破坏大家集体防疫的努力 不罚你 罚谁呢 必须要受到有关的惩处 谁也别有样学样啊 这是一个坏的榜样 好 更多消息进入今天的中华速报 看一下房地产方面的消息啊 香港大公报就关注啊 首先你看全球有一个百强地产富豪 粤港澳大湾区就占到了三成 粤港澳大湾区对房地产业的依赖还比较大 但是呢 大家也都知道啊 各地的GDP最好不要那么依赖房地产 应该什么 注重科技金融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经济日报以及新加坡的联合早报都在关注 中国现在已经有60多座城市都松绑了调控政策 因为调控政策它不是死的 它必须是活的 它要根据市场的情况根据大家这个购房的意愿来调整 深圳二手楼市呢已经回暖了 网签按月增26% 不容易啊 真的是不容易啊 其实我还关注一个话题 那么就是在疫情之下啊 有一些朋友呢 真的是没有工作 没有收入了 他还不上房贷怎么办 目前内地银行呢 是各有各的政策 有的说行 我给你还 有的说不行 有的说我这个银行 这个分行行 那个分行就不行 其实在这方面呢 我觉得各个银行呢 真的是应该拿出一个比较统一的政策来 千万别五花八门啊 让大家不知道 是听谁的 无所适从 再有一点这个 还不还房贷这事 不仅关乎购房人 其实对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走向 也有影响 那么客观来说呢 疫情是什么 不可抗力 如果这个人一直征信的记录都非常好 只是目前真的还不了 我觉得就别轻易的就算他违约吧 对不对 还是应该考虑一个比较长远的 当然这事需要有一些文件来证明这个人 今后还是一定要把这个房贷还上的 不能让坏人钻了空子 我们再来看一下 法广网以及视觉中国 这让我们看到的是 巴西的土著居民举行 自由土地营的活动 呼吁保护原住民的土地权益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呢 对各地原住民的生活 包括他们有一些权利 还是受到侵犯 媒体关注都很多 所以呢 这个活动 希望原住民的土地权益 这是他们的根 能够被保护